恭喜范真一迎来职业盛牙首干147 大家好 本期给各位球迷带来最新的比赛 2024年英格兰公开资资格赛 中国年轻球员范真一在对阵英国小将利亚姆普伦的比赛中 轰出147满分干 提到范真一不得不说一下这位年轻小将当年的奇特小目标 范真一刚进职业的时候 年少气盛 给自己设立过一个小目标 就是希望自己职业生涯的手干破百就是147 因此范真一当年比赛中只要不是147分 那么只要打到快过百的时候 他就会故意出现失误 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手干过百建立在147分上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这位年轻小将可以说是性格比较张扬 不过他这个小目标在坚持了三个赛季后 最终还是放弃了 不过他这位年轻小学生涯的手术 不过他这位年轻小学生涯的手术 四个等候 22 22 22 23 23 23 四十 四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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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提我 范真一打出的这干147是本赛季的第二干 他以23岁的年龄成为打出147满分干的首位00后球员 同时也是中国第9位打出147的球员 目前中国球员贡献的147是23干 后续如果没有球员打出147 范真一可以获得5000英镑的单干最高奖 这个奖金是三坎姆在沙特大师赛打出147奖金的十分之一 56 57 6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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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等一等 第十字幕 李宗盛 范正英借竿走少了一点 右侧边库红球角度比较直 而且微微向右 如果来打这个红球 那么接下来的黑球就跳不到舒服的位置 范正英也是在观察球队 依照其他解决办法 nice 果然是一纲人打大 这个时候居然选择了一个组合球 可以看得出范正英心里的素质不错 通常达到这份上 很多选手都会选择可以进攻的机会 然后再通过准渡慢慢修作 而范正英用一个奇异的组合球 瞬间就把局面打开了 八成熟顺的阳时间 一顺眼 一顺眼 八成弘楼 96 97 半正一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上击败奥沙利文获得职业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 当时决赛与火箭相遇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位小将夺冠 尤其对手还是奥沙利文 但这位00后小将用出色表现征服了所有人 10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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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20 102 102 104 104 我能从拆机去 篮球走多了一点 角度向上 接下来的关键时刻 就需要范真一顶住压力 来强行纠错了 再一次的恭喜范真一成为147俱乐部的新成员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猪的佛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